嘻哩哩,我是Drama 今天终于要来看美国恐怖故事第二集 两两院大结局了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等待和支持 话说上一集,带着大眼睛回家的小帅 发现黑人妻子并没有死 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在这种尴尬情况下 几个人心比较大,一家五口 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 时间到了1967年 小帅爱的还是黑人妻子 两人在无意中冷落了大眼睛 大眼睛是个坚强的姑娘 她可以理解小帅和妻子这对结巴夫妻 但长久的孤独,让大眼睛开始怀念起了外星人 去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大眼睛 由衷希望再次见到他们 每天神精致地画起了外星人的画像 黑人妻子则只想过好眼前的生活 并且当初算是被绑架走的 她丝毫不愿意去回想有关外星人的一切 两个女人对外星人不同的态度 渐渐成为了彼此的心结 这个表面和谐的家庭 最终在妻子砍死了大眼睛这个结局下崩塌了 小帅从此只能一个人带着儿女生活 妻子则被判定为精神病关进了荆棘牙 说到荆棘牙 随着主教被提拔为红衣主教 要去管辖纽约 她把荆棘牙捐献给了国家 从此荆棘牙被改造成收容所 尽管几年过去了 朱迪还是没能离开这里 随着收容人员的增加 原本的单人间变成了双人间 朱迪分道的新室友和黑天使沙卡长得一模一样 惊吓之余 朱迪发疯似的对摄友大打出手 在接心理医师的时候 朱迪认真地告诉医师摄友是死神 并希望和即将离开的主教聊聊 然而事实却是 主教早在两年半前就离开 并异守了荆棘牙 而朱迪也已经先后和五个摄友打架了 原来从当年的电疗开始 朱迪的脑子就没再清醒过 随后又被滥用精神病药 朱迪已经彻底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 到了1969年 娇姐凭借关于自己如何逃生的回忆录小说《分子》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事实上为了提高销量 娇姐有意隐瞒了自己同性恋的事情 并且虚构夸张了眼镜折磨自己的桥段 当然这些事情的真相 只有死去的女友和眼镜指导 凭借这本小说 娇姐一路平步清云 甚至开启了脱口秀 在小说签诉会上 娇姐和小帅重逢了 小帅见娇姐滔滔不绝自己的成功经历 变得只在乎销量和收视率的样子 不禁质问娇姐 当年说要彻底捣毁金吉亚的雄心壮志哪儿去了 小帅失望地离开了 走前她告诉娇姐自己的妻子在金吉亚去世了 在探望妻子的期间里 她发现了朱迪 或许是自己曾经没救出朱迪的遗憾 更应该是想到了可以火一把的劲爆新闻点 大概一年多后 娇姐再一次重回了金吉亚 她开了一档新的即时型节目 通过实地拍摄来揭露金吉亚的黑暗 终于聪明的娇姐用一种顺便给自己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名声的办法 实现了捣毁金吉亚的诺言 只可惜她没有找到朱迪 没能实现另一个诺言拯救朱迪 事实上是小帅拯救了朱迪 尽管朱迪曾经严惩过自己 小帅为了让孩子们学会原谅 也因为自己的正义感 自牵涉会和娇姐谈崩以后 就自己接走了朱迪 过程比想象的要简单好多 因为受容流浪者们 人手严重不足的金吉亚爽快地放走了她 朱迪住到了小帅家 一开始她需要艰难痛苦地借出药引 直到有一天 在孩子们的帮助下 朱迪忽然恢复了理智 朱迪没有辜负小帅 她教孩子们跳舞游戏 教他们如何变得更坚强 在小帅家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后 朱迪安详地跟着老朋友莎卡离开了人世 朱迪像暴君又像斗士的一生 终于还算幸福地结束了 小帅则在后来再婚 并且和娇姐和好了 她的孩子们都长成了优秀的人才 小帅40岁那年得了癌症 有一天她凭空消失了 孩子们很淡然 大概是知道父亲被外星人接走了 小帅是这么多人物中 唯一一个没有见过黑天使莎卡的人 她一身正直善良 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想过死 在外星世界 她一定还很好地活着 时间来到了现代 血脸男来到一家旧书店 抢走了一本有娇姐亲笔签名的分子 血脸男自称是娇姐的儿子 却被店主反驳 因为娇姐在小说里写道 自己被强奸后生下的儿子 一出生就夭折了 原来娇姐的谎言并不是只有死人之道 这个茁壮长成大叔的儿子的存在 直接可以打娇姐的脸 男人拿着这本书 气势汹汹地 说要亲手终结自己的母亲 此时的娇姐人到暮年 她早已是传媒界的名人 这一天 一个电视团队正在娇姐家采访她 而她的儿子 已经悄悄混入了摄志组 采访中 娇姐一点点回忆了自己 拍摄揭露荆棘亚节目的经历 以及后来试图揭露主教纵容人体实验 导致她自杀的事情 主教一直重视名誉 却胆小怕事 直到人生的最后 她也选择用自杀的方式 来隐瞒曾经的过失 在采访的最后 娇姐承认了一个谎言 自己的儿子并没有死 在同性恋已经被接受的现代 娇姐大方承认 当时因为观点不同 毫无养育孩子的打算 就把儿子送走了 其实娇姐的这番话都是说给儿子听的 敏锐的她 早就发现儿子混入了现场 采访结束后 母子俩正式见面了 儿子用枪指着娇姐 愤恨地责怪母亲不爱自己 娇姐则抓住她缺少母爱的特点 温柔地叫她宝宝 和几十年前一样 一身宝宝再次救了娇姐的命 而不一样的是 饱经风伤的娇姐 早已不是那个会害怕慌张的女子 儿子放下枪后 她毫不犹豫地拿过枪 射死了儿子 美国恐怖故事第二季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真一季 以美国六十年代种种现实为基础 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架构 一口气看完也没有觉得疲劳 故事最后的画面 是娇姐回忆第一次见朱迪时 对自己说的话 当你与邪恶四目相对时 邪恶也会正视你的双眼 娇姐辉煌的后半生 建立在谎言和残忍之上 我并不知道 过上荣耀生活的她到底快不快乐 与邪恶为伍 大家一定不想 求留言求弹幕 求留言求弹幕 求分享求关注 求分享求关注 啊啊